今天我们要讲的课程是纸质的消化 那今天的教学大纲包括了 脂肪的一个消化以及脂肪的吸收 还有脂蛋白 脂质的需要量跟摄取的一个原则 那这个教学目标是要认识纸质的消化 还要认识纸质的消化与吸收 认识纸质蛋白 还要认识纸质的需要量跟摄取量的一个原则 摄取脂肪的原则 作为我们的教学目标 那纸质的消化 消化就是一种水解的一个反应 也就是说脂肪的消化是借由脂解酵素 把水分子加到这个脂质上 脂肪件上 而使得脂肪酸分解释放出小分子 就称为水解动作 也就是脂肪的消化 那在婴儿期有所谓的蛇脂解酵素 也就是说在口腔里面呢 食物中的脂肪形成了一个脂肪球 那这个脂解酵素呢 开始就会进行分解的作用 消化分解脂肪的酵素在婴儿期呢 是有所谓的蛇脂 蛇脂解酵素 那随着唾液的分泌跟食物呢 就会进到胃中 那这个脂质的消化 就是说在胃里面呢 把三酸甘油脂分作两端的脂肪酸分解 水解以后分离 生成所谓的双三甘油脂跟脂黄酸 大概有30%的三酸甘油脂呢 就是会依这样子的形成的一个产物 那脂质的消化是在 主要是在小肠 因为小肠在成年人 成年人是利用所谓的胰脏分泌的 直解酵素 配合着这个胆汁提供的胆盐的帮助 使得脂肪分解就被消化吸收了 那脂肪呢 就需要借助这个胆盐跟 跟卵磷脂的一个乳化作用 而形成所谓的脂肪球 均匀的分散在水向的一个环境中 并且增加酵素作用的表面积 来以利于这个脂解酵素的进行 油脂的分解与消化 脂质的吸收 在一夜中的脂解酵素 是在小肠中把三酸甘油脂的两端的脂肪溅 完全的水解 那消化产物呢 就是所谓的单酸甘油脂 或者是甘油短链的 或者是中链的 或者是常链的脂肪酸 那常链的脂肪酸像 常链的脂肪酸 还有单酸甘油脂 还有胆固醇 以及零脂质 还有胆盐 就会形成所谓的微脂粒 那微脂粒呢 是以扩散作用 通过了小肠细胞膜 将油脂消化产物送到了细胞内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称为脂质的吸收 那常链的脂肪酸 在立腺体呢 就会进行所谓的beta oxidation beta的一个氧化分解作用 在细胞内 常链的脂肪酸 跟单酸甘油脂结合 生成了所谓的三酸甘油脂 那常链的脂肪酸 是需要一种叫 需要一种与acetyl-CoA 形成脂化的氨基酸 carnitin 这个carnitin呢 就送入了细胞内的立腺体内 进行所谓的beta oxidation 就是beta型的一个氧化分解作用 这是主要的所谓的脂肪酸的一个分解 那脂肪吸收是进入了淋巴管 因为三酸甘油脂 零脂质还有胆固醇 跟蛋白质一同组合而成的叫做乳迷微粒 又称为kilomicron kilomicron是进入了淋巴管运送 进颈部附近送入血液的循环 那输送到周边的组织跟肝脏利用 可以提供成能量 或者是合成为基数 或者是储存在脂肪的组织内 那这些油脂性的产物呢 就经由这些乳迷管跟淋巴系统运送 那短链跟中链的脂肪酸 以及肝油就直接通过了小肠细胞膜 进入了维血管 经由肝门静脉运送到肝脏 那这个油脂消化以后呢 水解的产物呢 经由维血管运送 油溶性的产物呢 就经由这些乳迷管跟淋巴管的运送 送入了各个组织 那脂质的运送在油脂呢 是在油脂在血中 血液中啊 就形成所谓的在血浆呢 就会特别的有一个运送的形式 称为有一个脂蛋白的 这个Lipopatin呢 是由脂质跟蛋白质所形成的 它呢可以在血液中来做 油脂的一个运送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脂肪含量越多的时候 比重越轻 那脂质就包括了这些 三酸肝油脂跟胆固醇 还有零脂质 那这些呢 我们通通称为零脂 脂蛋白叫做Lipopatin 那这个脂蛋白呢 可以医它的主成分分作四大类 有叫做乳迷维粒 那乳迷维粒呢 它是负责运送小肠细胞吸收的一个油脂 那血液中的浓度呢 是以饭后 饭后呢 最高 那饭后的血浆就会形成 混浊状态 也就是乳迷维粒 存在很多 所以脂肪快速的被组织分解利用 然后呢 就储存 所以浓度呢 很快的就会降低 那组成 它的组成分主要是三酸肝油脂 有82% 那胆固醇9% 零脂质是7% 蛋白质呢 是2% 因为含有脂肪含量最多 所以呢 它的密度呢 是最低 那脂蛋白的极低密度脂蛋白 又称为 Very Low Density Lipopatin 又简称为VLDL 主要呢 是由肝脏合成 运送肝脏合成的脂肪 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 那组成分呢 是含有三酸肝油脂52% 胆固醇22% 零脂质18% 蛋白质有8% 那脂蛋白里面呢 还有一种叫做低密度脂蛋白 那在学医的检查里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指标 我们称为Low Density Lipopatin 又称为LDL 简称为LDL 乳迷微粒跟这个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产物呢 经过肝脏转换而成 含有胆固醇的浓度最高 互责运送胆固醇周边的组织所利用 也就是造成学胆固醇的一个主要成分 所以在血液检查里面 我们只要看到LDL 那我们就要小心了 因为它表示说 血液中的胆固醇是含量很高的 很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的 主成分里面含有三酸甘油脂9% 胆固醇47% 磷脂质呢是23% 蛋白质呢是21% 那脂蛋白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高密度脂蛋白 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叫做High Density Lipopatin 又称为HDL 那是由肝脏跟小肠所制造 那在血液中可以回收血管壁堆积的胆固醇 死亡细胞释出的胆固醇 并且将这些胆固醇分别送回肝脏代谢 有助于保护心脏以及血管 主成分是三酸甘油脂3% 胆固醇19% 磷脂质28% 磷脂蛋白50% 所以它又称为好的好的脂蛋白 也就是说好的胆固醇 因为呢它是可以降低 降低这个血液中的胆固醇 它是把胆固醇运送到 运回肝脏去代谢的 它是可以当作保护心脏 以及血管的一个高密度脂蛋白 在脂质的代谢跟利用 脂组织的代谢利用里面呢 对于脂肪 食物中的脂肪吸收后 会形成所谓的乳迷微粒 在血管中运送到各个组织 肝脏生成VLDL 将脂肪提供给其他的组织 肝脏新生的HDL 具有收集胆固醇的能力 那脂肪的代谢跟利用这边 我们要特别介绍 所谓的脂蛋白结脂酵素 脂蛋白在血管中循环过程 它的脂质会逐渐代谢变化 血管里面含有酵素 称为脂蛋白结脂酵素 又称为Lipopatin lipase 它是负负责水解脂蛋白中的甘油脂 以提供细胞的利用 脂肪细胞含有脂蛋白结脂酵素 可以分解储存油脂 释出脂肪酸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 脂质的代谢跟利用 是在细胞内的一个利用来讲呢 我们可以说脂肪酸可以氧化生成ATP 也就是供生命所需要的能量 热量的产生ATP 那另外呢脂肪的细胞或者是肝脏 可以将脂肪酸转成三酸甘油脂来储存 那脂肪酸可以由单糖跟氨基酸代谢合成 也就是说即使你不吃脂肪 也是可以从食物中的单糖跟氨基酸 分别代谢合成为身体的脂肪酸的 接下来我们介绍脂质的排泄 消化吸收不良的时候 粪便中所含的大量脂肪 会产生所谓的脂肪下粒 又称为脂屑 那胆固醇在肝脏合成胆酸跟胆盐 随着胆汁流入的小肠 流入小肠以后 如果跟这个膳食纤维或其他的物质结合 那么小肠就没有办法吸收这些油脂 那就可以达到降低血胆固醇的效益 那所以我们饮食中要多摄取膳食纤维 因为膳食纤维在小肠内 就可以把这些胆固醇所形成的胆酸跟胆盐 在小肠中呢 就跟膳食纤维结合了 然后呢就排出去了 就会有降低血胆固醇的效应 那另外我们还要介绍 尿中呢并没有脂肪的排出 至于皮肤呢还会排出一点脂肪的 所以运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擦汗擦久了 那个毛巾呢就会油油的 那个就是我们皮肤所分泌出来的油脂 那积多了你那个毛巾呢 擦汗擦久了就会感觉油油的毛巾 那接着我们要介绍 人体储存的脂肪组织 那白色的脂肪组织 它是脂肪组织为中 脂肪细胞为中心 有一个单个脂肪球 细胞核跟细胞质都被挤压到边缘 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储存脂肪 这个称为白色的脂肪组织 那另外有所谓的棕色的脂肪组织 它是含有立腺体数特别多 这个组织里面含有大量的微血管 颜色很深暗 它的脂肪细胞含量呢 有数个大小不一的脂肪球 那这个立腺体数目呢特别多 所以这个棕色的脂肪组织呢 它的主要功能是产热 它可以维持体温 对于体重呢也有影响 如果是缺乏这种棕色的脂肪组织的动物呢 就会很容易造成肥胖 脂肪的需要以及摄取量的原则 在我们人体中 每天呢 油脂的摄取量 最好不要超过总热量的30%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提供 提供25%的这个热量 总热量的25%是油脂就好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天的热量需要是 1800卡路里的时候 那么油脂的摄取量 就不应该超过60公克 因为它就是它把它算 换算成30%是油脂的话 30%就是600大卡 那600大卡除以9 除以9的话 那么就是得到脂肪的摄取的那个克数 那这个就是我们算出来 油脂的一个克数的摄取原则 那这边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在这个摄取脂肪的部分呢 饱和脂肪酸的摄取量 每天还不能超过总热量的10% 那必须脂肪酸的需要量 还不能低于总热量的2到3% 其中还要包括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约占了热量的3到7% 那胆固醇呢 每天不超过300毫克 那这个就是我们摄取脂肪的一个原则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心血管疾病 因为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获得啊 是跟脂肪摄取啊 非常有关系 所以我们把这个心血管疾病啊 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让我们了解一下 为什么心血管疾病跟脂肪的摄取 有这么高的一个相关性 因为心血管疾病呢 是心脏病跟心血管疾病的总称 它是以冠状动脉疾病跟动脉周状硬化 还有高血压 这些都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那因为动脉硬化的起因呢 就是由于血液中的LDL氧化 那动脉硬化的起因呢 就是因为血液中有LDL氧化 所引起的血管病 血管病的一个病变 或者是说发炎反应所产生的病症 这个是有阶段性的变化的 在血液中过量的LDL 就是极低密度 低密度脂蛋白 聚集在动脉的内壁上 而且发生了氧化作用 刺激了内皮细胞 分泌了一个粘性的分子 那就会吸引到T细胞 跟单核球细胞黏沾 并且侵入了一个血管的内膜 那这个心血管疾病呢 就是在血管内膜里面呢 单核球活化成为巨氏细胞 产生了许多的发炎物质 并且并吞了大量的氧化LDL 形成脂肪堆积和泡细胞 那这个泡细胞跟脂肪块呢 就是引起肿状 周状肿瘤的一个初期变化 也就是说 血管里面会有所谓的周状 周状的一个现象 肿瘤的一个现象 这在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 还可以做可逆的改变 也就是你如果进行妥算的预防 或者是可以作为 可以逆转它的伤害性的变化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 你如果在饮食上降低 降低这个脂肪的摄取 然后把整个身体的胆固存量降低 那就不会得到心血管疾病 那这个损伤的管壁呢 就会释出一些成分 会促进血小板的凝集 泡细胞分泌多种的发炎物质 破坏了周围的细胞 肌肉细胞 或者是纤维状的硬壳 导致肿块破裂 而无法修复 损伤的管壁组织 会释出的成分 促进了血小板的凝集 那就会形成所谓的凝血块 或者是血栓 那这些血栓或者是血块过大 就会阻塞血流 就会发生所谓在脑 在脑呢 就称为脑血管的一个中风 就称为中风的一个现象 因为这个血栓呢 就是阻塞了脑血管 就如果是发生在心血管呢 心脏的血管 那么就会叫做心肌梗塞 所以这些血栓呢 就是心肌梗塞的一个原因 因为心肌就会缺氧而坏死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包括就是遗传 就是家族有遗传的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 或者是有枣花性的 冠状动脉疾病 确定是心肌梗塞 或者是父亲 或者是男性 一等亲在55岁以前有猝死 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女性 一等亲在65岁以前猝死 那么这个就是有了一点遗传因子 那在男性的危险性呢 是高于女性的 在年龄上呢 男性呢 大于45岁 也就是进入了危险因子了 女性呢 是进入55岁 就会有得到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子 或者是过早停经 没有女性荷尔蒙的一个治疗的情况下 也是很容易得到这个心血管疾病 那另外就是经常性的抽烟 还有高血 有高血压的症状 也就是血压呢 大于140 over 90的毫米拱柱的时候 或者是有服用高血压药物的 都是容易得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子 那另外血脂异常的现象 也就是它的总胆固存在的理想值呢 是应该要小于200 那如果是在200到239之间 就叫做偏高了 那如果是大于240呢 就叫异常偏高 就是总胆固存不得大于240 否则大于240 我们就认为说它有高胆固存的现象 就是容易得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了 那至于三酸甘油脂 它的理想值呢 应该是要小于150 那如果三酸甘油脂在150到199之间 我们称为有偏高的现象 那如果三酸甘油脂高于200到500之间 我们称为有异常的偏高现象 那如果三酸甘油脂大于500 那么就是有得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了 那血脂的异常 LDL胆固存的理想值呢 是应该要小于100 那略高的情况呢 就是说在100到129之间 我们称为略高 那如果是130到159之间称为偏高 如果是异常偏高呢 是LDL大于在160到189之间 那如果LDL大于190 我们就称为严重过高了 那对于好的胆固存啊 HDL就是高密度胆固存 我们认为应该要小于40 如果是偏低呢 就是高密度胆固存偏低的现象 就是说小于40的时候 我们称为偏低嘛 那如果有偏低的情况 它就是异常了 就是容易得心血管疾病 在理想的状态呢 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应该要高于60 是比较好的 那在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策略 饮食调整的部分呢 我们认为说 应该要降低LDL 以及身高HDL当作一个目标 所以要避免热量过剩 要节制油脂的种摄取量 尽量选用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总热量 就是尽量呢 小于7%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LDL 但却没有办法增加HDL 那另外呢 还必须要摄取足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那胆库存摄取量 每天呢 最好是小于200毫克 多摄取足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多选用蔬菜水果 豆类五谷杂粮 提供抗氧化成分 以及维生素B群等等 都是一个很好的饮食策略 那降低心血管疾病 在生活形态上的改变呢 我们建议就是要 维持理想体重 避免体重上升 要戒烟 每天应该要有30分钟的活动 避免静态的活动 那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策略呢 还要控制血胆固存 控制血胆固存 也就是说 20岁以上的成年人 每5年就应该要测量胆固存跟血脂 血脂值的一个 它的一个形态 来了解血脂的整体状况 包括胆固存 三双肝油脂 LDL HDL等等 那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策略 还包括要增加保健的饮食 也就是说 要多摄取 有益于心血管疾病的保健饮食成分 包括抗氧化的一个成分的物质 像维生素E 还有各种植物性的功效成分 抑制血液中的脂值的氧化 那另外 维生素B群 包括了叶酸 维生素B6 B12 都要摄取充足 这样可以降低血 血中的半关胺酸的一个浓度 可以降低血管的损伤 另外对于 Omega 苏力的脂肪酸 跟膳食纤维的建议呢 我们认为说 Omega苏力脂肪酸 是可以减少血酸的形成 可以降 可以抑制发炎的反应 所以我们应该要 多摄取这种 Omega苏力的脂肪酸 来替代其他的饱和脂肪酸 那膳食纤维的部分 应该要增加 来增加胆盐的排泄 以及降低血胆固存 还有黄豆蛋白 每天最好摄取25公克 这样可以有助于 降低血胆固存 那核果类 每天摄取15公克的 核桃啊 干果这些 那油脂跟癌症的相关性呢 根据流行病学的观察 油脂的摄取量高的国家 比较容易得乳癌跟大肠癌 而且它的死亡率呢 也比较高 根据这个研究 跟癌症有关的饮食因素呢 可能就是热量过剩 而非是单纯油脂的摄取量而已 所以在整个防癌饮食的原则上 我们建议说 要摄取健康多样的食物 包括善用植物性的食品 每天摄取五份的蔬菜水果 至少要有五份的蔬菜水果 事实上应该是五七九 所谓的五七九 就是小朋友是五份的蔬菜水果 女人呢 就是七份的蔬菜水果 男人呢 就应该要有九份的蔬菜水果 那而且要优先 选用全骨类的食物 油脂高或者是加工的红肉制品呢 就应该要限制他的摄取量 再来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成年人每天至少要有中度活动 30分钟 每周至少应该实施五天的适量运动 儿童跟青少年 每天都应该要有中度到剧烈活动 维持60分钟 每周呢 至少实施五天 这样的运动量才够 那脂肪不足的一些缺乏症 在饮食中脂肪摄取不足的时候 容易造成体脂肪不足 使得儿童生长迟缓 或者女性会有停经跟不孕的现象 另外要特别介绍 Omega数例子脂肪酸 在鱼油中含有很多的 Omega数例脂肪酸 包括了EPA还有DHA等 那EPA呢 是为儿童脑部发育所需 它是有20个碳 有5个双腱的一个脂肪酸 那DHA呢 就是有22个碳 有6个双腱 它是有助于调解心血管功能的恒定 可以影响血液的宁极 也是荷尔蒙向前列腺素合成的一个前驱物质 跟人体的健康跟免疫是非常相关 那另外特别介绍中链性的脂肪酸 Media Chain的一个Triglycerol 因为它含有6到10个碳链的脂肪酸 很容易进入肠道 只要20分钟就可以被消化吸收到淋巴管 到血液中 通常呢 是作为需要进行管罐时的病患者 它的植物的 管罐时患者的一个油脂来源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例题 那例题一 就是为何脂肪需要借助胆盐 以及卵凝脂的作用形成脂肪球 主要就是胆盐跟卵凝脂是有乳化的作用 很容易把脂肪形成脂肪球在血液中 那脂蛋白分为哪四类呢 就是由乳迷为例 还有极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这四大类 那例题三 棕色的脂肪组织 它的油脂的特征呢 就是含有很多的立腺体跟微血管 它主要是当作热量的来源 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就是脂肪的一个 跟白色组织那种脂肪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一个肥胖的组织 肥胖脂肪的组织 那例题四 何谓DHA还有EPA 那DHA呢 就是可以帮助婴儿脑部的发育 还有可以做DHA跟EPA 它们都是就是有 含有很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可以促进身体的一个特殊功能 比如说婴儿脑部的发育 比如说人体的一个前列腺素的一个 荷尔蒙的一个转变的前驱物 那这些都是藉由DHA跟EPA转变而成 也就是说DHA它们都是一个常链的脂肪酸 但是它是属于有五个六个以上的双腱的一个脂肪酸 那立体五中链的脂肪酸 中链脂肪酸到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碳链 碳链很短的 就是可能六到八个碳素 那这个碳素很短 所以它很容易在我们的身体被消化吸收 在肠道中就很容易进入乳迷微粒 或者是进入这个肠道的一个绒毛被吸收 好那最后我们本章的一个总结以回顾 我们已经在本章中认识了脂肪的定义 脂肪的功能 还有它的化学组成分 它的分类 还有它的需要量 我们把脂肪的需要量 以及摄取原则 都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做了个介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感谢观看